在新北里长们联署之前 新北上侯友宜就已经见过他们 地点就在新北市府 过程不止谈市政 而且还有谈选举 在媒体面前 老话一句 吼吼做事 但对里长土星生一句看命运 藏不住侯友宜想选总统的心 还原当天聚会地点在新北市府 下午花了将近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和里长代表们谈话 里长直言 我们要帮你连数 侯友宜回应 不要这样啦 我事情做好就好 也附带一句我自己务就好 不满党中央被斗没征召动作 里长表明会帮侯友宜和党中央说 而且你是为了中华民国人民 侯友宜指挥 人生的命运走到哪里就怎么做啦 命运没有到那里也没有办法 但也加一句 看主席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啦 言下之意 似乎把难题丢给朱主席 选不选总统侯友宜被动等待 但朱立伦在8号中常会前 和新北议长蒋根黄这段对话 揍着眉头要蒋根黄别太急 尽管党中央事后解释 主席说的是地方事务 但面对2024总统大选 是不是也想冷处理 就连前立委蔡正元也说 主席自称不纳入初选民调 未必完全放弃参选 御驾轻征不无可能 眼看基层拱猴 朱猴没人想当主动方 两人矛盾短时间恐怕难解 反正新闻王家宏 沃本轩